就在新庄五泉一路跟五公一路附近 这个靠近提防边坡的地方 有一个简易的公车后车亭 那么这个公车后车亭 遇到下大雨的时候就容易土石滑落 让等公车的民众是相当的不安全 因此当地的里长 特别找上了何淑峰议员 邀请相关会到场会刊 结果如何我们要带您一起来了解 就在五泉一路跟五公一路路口附近 靠近提防边坡的公车后车亭 竟然因为好大雨关系 边坡土石滑落 严重影响民众安全 因此里长特别拜托何淑峰议员 邀请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那头整个都流下来 流下来 流到整路 要流到都是 整个 刚才叫环保教组来 来来清 也是都怕人拔倒 那个厄斗摆这样 高队一定都会出出道 所以说 这绝对一定要快改善 众人在经过会刊过后 终于达成决议 请交通局规划 决定要设立后车亭 那我们今天就折成做成的决议 我们就请交通局这边送计划 这边做一个检疫的后车亭 然后呢 真正的市座后车亭 也可以遮风避雨啊 那同时呢 也可以来解决部分的这个 泥土流下来的这个问题啦 就是说 我们请新北市交通局送计划 送到水利局 然后希望可以做一个后车亭 一次解决两个问题 未来后车亭是做完工 下雨天的时候 民众等公车 就不必再担心土石滑落 更可以免去日晒雨淋之苦 以上新闻记者 新庄采访报导 我们下雨天的时候